籃球場上雙方球員互推一把 下一秒情緒失控 兩隊人馬全都湊上來 互嗆推擊 火藥味十足 打籃球便打群架 這大亂鬥場景發生在中國甘肅添水 14日舉行中美職業籃球挑戰賽 新疆伊利特南籃對上美國探險者隊 從觀眾拍攝影片看來 白色球衣新疆隊球員罰球時 美國隊45號球員 與新疆球員卡位有肢體碰撞 接著美國隊的球員出手打了對方頭部 這一下不得了 場上場邊的新疆隊球員一擁而上 要替隊友出氣 大批安保人員出動 拉開機動球員 失控場面持續數十秒 中美籃球賽爆發大規模衝突 迅速登上微博熱搜 中國網友氣炸了 直呼輸不起就別打 在中國還敢這麼狂 還有人說誰理虧不重要 打架可不能輸 更有人怪現場球迷太客氣 應該發揮主場優勢給美國隊下馬威 中國紫蘭CBA目前正處於休賽期 但各支球隊也沒閒著積極訓練 多數都開始與外國球隊進行熱身賽備戰 新疆伊利特南籃在八日到十四日分別在甘肅 青海與美國塞爾維亞及俄羅斯進行四場熱身賽 前三場新疆南籃取得三連勝 最終場再次對陣美國探險者隊 沒想到職業球賽演變成全五行 目前新疆南籃俱樂部還沒有官方回應 但預料中國籃協在調查後可能開出重磅罰單 三地新聞 柯雅漢報導 阿拉阿拉